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引用也是引用在古时候 他们是说如果你是出卖国家 你是应当九族 他并没有说行动党和公正党的人 应该要租九族这个事情 但是很被爱的是 他们也把这个整个内容也断章取义 把它改了 然后误导民众 让大家觉得他是一个这么 就是出言这么的犀利 那么的狠毒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 我们要召开这个记者招待会 就是澄清说 这个内容其实他是说 果真如此的话 如果当真是如此 如果你没有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你要急着出来对号入座 那么对于这个事情 我们是认为 尼可敏他是断章取义 然后是扭曲整个事实 在这一张图上面 我们清楚的可以看到 其实中国人是他们想要去煽动情绪的一个对象 因为在这张图上面 因为在这张图上面他是写 中国人认住他 他和他代表的政坛马华一样脑残 这三个是中国人清楚地表明了 他们是把中国人当成他们煽动情绪的一个对象 我们的名嘴 所谓的名嘴律师 有提到 24小时里面 如果达州主席不道歉的话 他要采取某些行动 那么我要讲的是 24小时已经过了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收到任何的 他所谓的要采取的行动 在这样的这个事件里呢 既然你提出要采取行动 那我们是ever ready 我们准备好了 在这起MH370悲剧的这个事件上 在完全没有证据 确凿 甚至没有任何的司法的判决之下 下的任何的判断和采测 都只是采测和推论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要借用 我应该讲用消费这个悲剧 来打击政治对手的话 是一种很低俗的政治伎俩 那么在面对这个国家的 这个大难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跟国家站在一起 而不是像对手这样 做出这些五面性的动作 甚至呢 影响到整个国家的 声誉的这些动作 没什么事 就算不做出这些动作 就算不说了 了